小龙哥呢会整天买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有的时候买的太多 然后就忘了 比方说这个东西 它是一颗心 啥心 不是猪心 也不是阳心 也不是牛心 是鸵鸟心 哦 鸵鸟的心脏 这个东西我记得已经买了好久好久了 2020年8月27号 两年的鸵鸟心 谁能想到鸵鸟的心脏能有这么大 比我的还大 正常人类的心脏呢 就是自己拳头大小 你看见没 这个鸵鸟 你看它的心有多大 OK 搞起来 整个的鸵鸟心 怎么样 看起来还行啊 味道相当香 相当内心 切一下 哎 这个 刚从锅里边拿出来 很软 确实新的味道 秘制蘸料 它比那个猪心比较软一点 也可能是现在还是热的软的状态 这个炖的挺好吃 你再热口 我去 这口说是让我有点意外 这个心我当时买的花了38 现在我来看68还不包油了 这么算下来我是不是两年投资回报率百分之百呢 38 68 运费 对吧 What 一直在冻着 一点怪味儿都没 吃起来也还好 OK 离小郎哥这近的啊 小伙伴 你可以来 我留着给你吃 来下去